多年来不断争取让复明公园好还要更好的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特地邀请当地复明里长吴明忠 西渡区长冯吉安以及民政处等相关单位人员到现场会刊 确定未来规划方向 由于中央法令对于公园里面儿童游乐设施有更加严格的规定 因此在中央以及基隆市政府依照比例共同补助下 预估将有400多万元投入七渡区复明公园 设置新的儿童游乐设施以及安全地点 也融入现有的健身器材重新规划安排 预定最快六个月后将有一个崭新的复明公园让大家使用 总算中央的金会也下来了 这次下坡应该有350万 然后我们市政府自走款大概87万 总共是40万43万7500万 我想这次就应用这个机会 也应用这笔金会 希望我们七公所能够参加的做规划 尤其我们基隆河沿途的步道 很多人在休息在活动 那里长也争取了蛮多年的 然后我担任议员也六届的 也一直在讲 希望说长期的做规划 让我们基隆市民有个好的期处 那我再次的谢谢我们谢市长带领的团队 一直对地方上的休闲的重视 中央争取这些金会也是谢市长在处理的 还有配合管也叫我们市政府配合 那我先感谢谢市长 我这一段是先做 我那个城乡风貌这一次 我们有请了我们七长 然后那个今年如果下来的话 那边是会做的工程会非常漂亮 最主要还有那个三笔私有土地 我希望我们要赶快来办证所这样 好谢谢 至于旁边这一块草地 目前已经解决私人土地的问题 将争取城乡风貌的经费补助 做未来最好的规划利用 成为富民公园整体的一部分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